有来医生,有健康,想未来 黄体功能萎缩不全症状 叶玉芳,中山市博爱医院妇科内分泌科主任医师 黄体萎缩不全的话 它也是我们月经失调的一个成见的一个原因 它是属于有排卵型的一种月经失调 黄体的功能它就是14加减2天 也就是12至16天 但是它这个黄体萎缩不全 就是它到了应该萎缩的时候 它很缓慢地萎缩 那就造成持运激素的下降很缓慢 它主要引起的一个症状就是经期延长 正常的月经周期是3到7天 一般的超过一个星期 它的就会延长超过7天 这是一个月经延长 第二个就是精量多 这种患者它会月经量会比较多 那月经量多的话容易引起贫血 那发生环体萎缩不全 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大快用一些药物去治疗 如果这个患者没有生育要求的话 我们就可以用病育药来调精 月经开始的时候吃病育药 吃3到6个周期 还有如果有生育要求的话 我们就可以在它排卵后 就补充黄体痛 建议是补充天然的黄体痛 可以打针也可以吃药 但是我们建议的话 吃药就方便一点 补充10到14天 这种效果也挺好 专家提示 黄体功能萎缩不全 是月经失调的常见原因 其症状包括经期延长和精量增多 若患者无生育需求 可口服避孕药 三至六个周期进行调理 若患者有生育需求 可在排卵后补充黄体痛 以天然黄体痛为宜 基住或口服均可 用药10至14天 可得较好疗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